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欢迎回来到 POP Radio POP抢先报 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琴 我们这一段有请当事人 邀请的是前工营院知识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的主任 邓杜子诚 杜子诚 为什么今天是我们受访嘉宾呢 其实他已经正式宣布 而且在脸书上宣布要参选2020年的总统 邓老师 可不可以谈谈 为什么做这个宣布以及做这个决定 其实这个是被逼出来 因为我有很多的 我在网路上当这个长期的这个网路评论员已经做很久了 然后每次人家都告诉我说 你老是批评 你自己能不能做 你提出一些比较正向你自己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整理我过去的思维 我一开始是提了12项 那么现在增加到22项 我认为我们国家最需要 而且是务实的政见 那这个提出来以后呢 我没想到反应非常超乎我的想象 本来大家都觉得是个是个笑话 因为我也是一个政治素人 根本不可能嘛 没有政党又没有钱 但是没有想到贴出来以后 这几天大概至少收到5000位的网友 那么透过各种网路跟我联系 还有一些族群像客家族群什么也都提出来 就是说如果你出来我们支持你 因为大家看到的不是我这个人 他们甚至没见过我这个人 看到是这些政见 这些政见其实都直指现在台湾的一些基本性的问题 我们过去政治人物知道这些问题很困难 所以基本上都必谈 不愿意谈这些基本问题 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到了现在 台湾的竞争力跟我们邻近国家相比 已经慢慢下去了 我们再不认真的去解决这些基本性的困难问题 这个国家恐怕就一去不回头了 对啊 所以你原先是真的很严肃考虑要参选吗 还是只是一面之间 想说我用我的政见来凸显现在时下的一些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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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为了凸显议题而已 坦白讲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是针对议题 嗯 那现在就不能排除了 为什么我感觉到这些议题 呃 突然之间吸引了非常大的注目 嗯 那么今天中国时报也登出专栏 嗯 然后网路上的反应真的是超乎我意料之外 可见得现在民怨实在是太深了 嗯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立法院或者是行政院 跟一般民众的需求有很大的距离 嗯 其实多少是呃 您的这个弟弟 杜子军啊 他过去再朝为官哈 是 那呃过去曾经最高做到行政院副院长 那做过经济部长 是杜子军啊 如果是他你们之间相差一个字 如果是今天是杜子军出来宣布 大家都要跌破眼镜 那何况是杜子诚 那杜子诚曾经在这个三家政府智库了 哈 是 那你的资历非常资深是21年 在企业也有长达12年的这个资历哈 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你一宣布可能引发大家的一个有色的眼光会比较强烈一点 会说你是根本就出来在这个凸显议题吗 你根本根本就是这个凸显一样的那个美光灯一照 你不久就会退却 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我当然有心理准备了 我想这个棒一随之嘛 哈 一定是这样子了 所以有很多人在不同的管道也有留言做恶意的抹杀 例如呢 就是很正常 比如说像我在报纸上所做的这个采访被采访 基本上这个我没有封锁 我没有我没有办法封锁一些人嘛 我看到就很多那种典型的网军 他基本上就是一些酸民 那么就开始来 不过我想这个无所谓啦 因为你想想看过去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 酸民没有一千万也有五百万 现在的参与我想也不少于少于二三百万 那这些是不得已的 而且也其实也不必太认真 酸民哪些呢 呃主要就说这个人算算老几啊 他是什么人物啊 他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我会开一些把辣票空投票就讲这些 所以杜老师 其实我们的传统思维 尤其对政治这一块 他们还是非常的僵化的 那当我们这一段时间好不容易 因为有国民党党主席的参选人 像郝龙斌等 是 他们提出说那郭台铭有可能 甚至连谢金河 我们的这个财经前辈 他都提到说 郭台铭他不是只是讲一讲 他身边幕僚确实 他有跟他们这个征询过 那我们刚好在探讨郭台铭的同时 那当然我们接受所谓的政治素人 因为有过这个柯文哲的潜力了嘛 还有川普啊 川普但是你刚好是处于这个灰色地带 为什么讲 因为你不是全安的政治素人 是 但是你们家里也有人重振过 对不对 那再者你又不是郭台铭 你又不是 你虽然是企业的顾问 但是你不是像郭台铭这样身份的 对我不是企业主 对你怎么定位你自己 我觉得我最大的特色哈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21年的在工研院资测会商业发展研究院智库 所以我有一个比较宏观 还有这个对整个国家的发展的状况比较能够理解 我当然知道政府的僵化 因为过去他是我的客户 所以我非常了解 但是我也知道他们的问题 但是我也有一些缺点 那当然需要有一个团队来补足 所以其实 不管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或一个企业的领导人 都是一样的 你不能靠一个人 需要有一个团队 但是我想还有两年半嘛 这个问题还不需要在现在就凸显 我们只要能够提出一些比较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的一些想法 自然而然我们国内的精英 人家人家常常讲就网络上常常有一句话说 高手在民间 是是吧 民间的高手就会出来了 民间的高手出来了 我们国家就有救了 所以你认为你是高手 在民间的高手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高手的召集者 这个就是很大一种荣誉了 那你先前跟你的家人 包括夫人 或者说你家的成员 那他当然是反对 他当然反对 怎么个反对 包括肚子菌 你怎么跟他讲 他不是说你神经病啊 哥 你神经病啊 他会不会这样 我弟弟基本上 他是跟我的个性差异很大 他是一个很沉稳 然后EQ也很高 那么他是长期的文官 他是最好最好 全中华民国最好的幕僚长 我可以这样讲 副手幕僚长 那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跟他讨论 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过分过 他是看到报纸上 哇 我哥在搞什么 我姐姐 我母 我的太太 坚决反对 坚决 认为这个事情只会为家里面带来非常多的困扰 不过我说 什么样困扰呢 你会不会像有些人 一旦这个走入厨房 就觉得热了 是因为可能挖箱底的东西会被大家挖出来 你有这些吗 当然会被起底嘛 因为我曾经在企业界12年 坦白讲我从来没有进入过正式的公务人员的职务 你有没有机会 过去曾经有没有机会 曾经有过 例如呢 呃 例如管中敏在做国发会主委的时候 嗯 那么他第一位的国发会主委离开了 副主委离开的时候 他向江银化提名我 嗯 那么因为要负责产业嘛 而且是中长期规划 那么江院长同意了 嗯 但是马总统反对 为什么 因为兄弟的关系 那时候我弟弟在经济部做政务次 次长的时候 对 嗯 那经济部跟经建会是两个业务直接相关的 嗯 所以马总统反对这件事 你认为反对有没有道理 呃 从他的立场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你可能有深层的这个呼喊 想跟他讲 我跟我老弟根本就不一样嘛 我基本上 那不能影响我嘛 但是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哈哈哈哈 是 然后您说你从来没有过呃 担任政府公务员的这样的一个 我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公务员 那么所以我其实有很多的小节 我也不是特别需要按照公务员量去遵守啊 比如说我喜欢跟朋友吃饭啊喝酒啊唱歌了 嗯 这些就跟我们一般民众是一样的 嗯啊 我也在网路上骂人啊 嗯哼 我也在网路上这个有的时候贴贴这个不雅 或者黄色的笑话呀 哈哈哈哈 这种如果是当做现在这种政治人物来讲的话 这些一定会被奇敌的 对可是换一个角度是想 搞不好觉得很另类啊 而且您自己还在节目中自己自爆了啊 有什么好奇敌 但有其他更呃 叉叉叉点点点的那些东西吗 那倒是没有 倒是没有 对 呃 呃 外遇或者是贪污啊 百分之一百没有 所以呃就除了那些喜欢大家去去餐嘛 喝喝酒嘛 对对对对 让你贴到领处上那些东西 对对对 呃喜欢 常常跟美女照片啊 对 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很有意见 是是是 那除了姐姐呃 太太坚决反对之外 呃 那他们现在没有被劝服吧 没有 至少我太太到现在为止 少说呃 他每天 反正他他觉得压力太大了 嗯 他还是不喜欢曝光 我现在基本上尽量先让他在初期的时候 不要参与任何的事情 也不要干扰到他 夫人是呃 上班族吗 或者说 呃 他曾经是上班族 曾经上班族 对他现在是家庭主 很重视隐私 很重视隐私 好 那刚刚这个杜老师有提到 就是说以后会有团队 你的团队可能是哪些成员 以及他连副手可能都 开玩笑想好了 哈哈哈哈 我们等一下 透露一下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严肃来 检视 杜智晨所提出的 呃 百分之十几个 后来追加到二十二个 他又不断的追加 呃 他的证件 可是严肃的呢 我们等一下 呃 回到我们节目 我们继续探讨 欢迎回到我们 POP RADIO POP抢先报的节目 现场 我是黄光晴 我们今天很荣幸 邀请到了杜芷晨主任 哦 前主任 那我现在要给他 多封一个名字啦 他是准 二零二零年的 总统参选人哦 呃 杜老师 呃 您过去也是我们 重忙评论的成员啦 就算你不宣布 选总统 我们大概三不五十 会一次哦 没错 发表这个时事的这个评论 呃 因为你现在身份不一样啦 所以我们现在问你的问题 要稍微有点精致化 我首先问您哦 你觉得台湾最大的问题 出在哪里 我认为两个字 虚号 您认为呢 我完全同意 呃 一方面就是说呃 政党之间的虚号 嗯 另外一个是立法院 跟这个行政院之间的虚号 嗯 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那还有呢 呃 我们从人的问题开始来谈起 其实你在脸书上 您相当活跃哦 您有探讨的过一个 是最近好像今天才发布的 就是2000到2019年了 我们连续20年了 20年了 亲朋朋友 我们的20年的总统 都是由台大法律系 毕业的高材生来当总统 如果再加上台大农金信的 李前总统12年了 不呆掉啊 32年 自从这个两奖的 这个时代过去以后 那32年来 我就不晓得了 是为什么都是台大高材生 有没有其他思维呢 我对台大没有任何的歧视了 包括我自己的长子都是台大研究所毕业的 是 但是事实上 我对于这个学法律来担任总统有一些看法 嗯 因为我们在政治跟法律的训练里面 嗯 我们非常重视程序跟形式 嗯 立场身份 嗯 这些东西 但是跟学习管理或者是学习工程的人背景比较不太一样 甚至有点高高在上 对 一个是党官之子 对 另外一个是富家女 如果我们在往前 那是他们的个人背景 对 如果说三级贫富陈水扁 是不是吃地瓜千长大了 是不是比较能够体察民意 结果没想到发生了扁家弊案了 哦 那对 其实我们必须要坦白讲 其实陈水扁当年在做这个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是 市长的时候 做的不错 做的很不错 民意满意度也非常高 非常高 而且实事求是 嗯 但是后来可能因为金钱的关系受到一些影响 嗯 那我现在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 我们政府现在要做的事情啊 其实是呃执行的效率 嗯 我说如果台湾现在我们已经做到政治 假设比如说民主 嗯 我们已经做到了 七十五分了 嗯 假设我们的政府效率呢 我们可能只有三十分 这么低 那我请问各位 我们未来的二十年 嗯 我们到底是要把我们的民主从七十五分提到九十分 你这是总平吗 还是有前朝跟当朝 这个三十分 就是过去的二十年跟未来的二十年 对 我们跟世界比较起来 嗯 我们现在已经是七十五分了 嗯 我们有可能再努力二十年 我们的民主 嗯 可能会变成九十分 对不对 我们变成这个第一流的国家之一 是民主还民粹呢 民主 民主 我就讲光讲民主 制度 制度 形式 嗯 可是我们的效率 如果仍然停留在三十分 嗯 我们事实上应该就让我们的民主停留在七十五分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力量 让效率从三十分提升到七十分 我想对于民众的快乐幸福绝对是有帮助的 你可以举几个例子 包括你政见有没有提到 可以跟你讲的这个效率 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呃 不管是两岸的问题 嗯 不管是我们在这个人才啊 这个要不要引进资本人才国际化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建设 像我们对于核能绿能的这个取舍 嗯 时间点的选择 嗯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形式主义 跟实质利益之间的纠葛 嗯 可是你提到这个说的容易 两岸问题 蔡英文总统他就明摆着 呃 包括林主任大师他们提出一个数据 现在反对九个共识 他认为是过半的 是多数民意 我认为应该要搁置九个共识 我们为什么不出新 你也认为要搁置九个共识 不是 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出新招 例如 因为两岸并不是只有呃 绝对黑跟绝对白 嗯 我可以是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邦联 嗯 中国邦联 嗯 比如说大家对于邦联这个字呃 可能并不是太了解 你光是这个帽子可能很多人不接 但是大家 但是因为大家大家误解 我们可以叫中华邦联 中华邦联 对 大家知不知道欧盟其实就是一种邦联 嗯 呃 东南亚国协是一种邦联 甚至于大英国协在某一种程度都是邦联 嗯 国家是绝对独立的 嗯 那基本上只是说他们之间在一些边境或者是说移民或者是说在一些贸易障碍上面有比较一致的一些这个做法 嗯 那这个对台湾来讲 我们旁边这个庞大的市场跟呃 人力我们为什么不跟他产生这种比较losely couple就是比较呃看起来是亲戚 但是又不是直系写亲这样的一个关系 可是董老师光说你提到这一点你也认为说要跟中国谈判中国会同意吗他把我们定位打压成就是说我们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在国际社会都打压了他怎么办才打我们吗嗯他既然现在对他来讲直接用武力攻击台湾对他并不见得有利那你要先取得台湾多数民意的那当然我们必须要做很呃我们这样讲了我们都不能排除我们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嗯我们有相当多的血缘嗯也来自于汉族嗯 但是我们并不是完全跟他相同嗯对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认一个表亲嗯跟我们认他是我的父子兄弟关系这是不一样的嗯对我认为我们还是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嗯这个灰色地带是很重要的好那有关这个效率您刚才提到这个绿能发展啊如果您认为说呃在许多这个议题上面呃新政府即使上台他还是要面临有一段过渡期啊 哦譬如说绿能发展譬如说非核家园我们不可能一处可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谓执行效率不张但是你如果一上台我们我们是按照这个我们行李如意哦任何人这个候选人我们都会这样问是的就说您如何去克服如果核一核二也就核三也就罢了核一核二他已经到达不能够再演绎的这个过程这个为什么提到这是大家的误解是全球大概有450座左右的核电厂是其中最多核电站的是美国 美国有105座嗯那么其再过来是法国还有日本这三个国家都有一半以上的电厂因为他们发展核电比较早嗯他们都有一半以上的电厂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谓30年的嗯时间嗯然后他们更新设备后继续研绎嗯事实证明那么核电站的研绎那么绝对是比新建核电站那么更受到全球的重视嗯嗯是那可是呃和一核 要安全研绎好这个部分在台湾可能就很多人多数人他我了解这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这事实上面我们的困难并不在于研绎的技术跟安全性嗯我们的困难是在于我们的核废料怎么处置对你说核废料要外送再处理光是这个就很难了我们现在有两种核废料一种是高放射性的核废料就是那个核真正的废料对对对我们现在全部全数都是放在核电站里面对 它的燃料池我们并没有放在绿岛已经挤不下了对来与来与放的事实上只是一些衣服啊手套啊这些低放射量量的东西那么事实上法国跟美国都分别有技术可以提炼让现在的核废料降低到他原来四分之一的空间嗯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用现在的空间我们就可以继续研绎20年一点困难都没有嗯这中间可能要花费几百亿有人讲说呢几百亿 可以怎么来呢我跟各位报告我们核一核二核三每年发电四百亿度啊四百亿度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别的东西我们用燃燃这个燃油我们要多付两块钱每年我们就可以省下八百亿嗯十年我们就可以省下八千亿是这八千亿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可以拿来让劳工每一个人可以达到四万块钱的退休地板嗯老师你还提到绿电的发展要十年以上时间呢对 使用燃煤燃油取代核电很多人讲核电它是干净那不安全是但是燃煤我们像空这么严重你现在用燃煤你只要出现这两个字很多人又疑问了这不是我的建议啊这是现在蔡政府正在做的事情他事实上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燃煤燃油的百分比会占我们发电的百分之五十嗯这件事情大家都低估了他的空污还有他的排探嗯事实上是违反全球的趋势了是 好我们先呃跟杜老师我们一一的把他证件也跟着我们的访谈的这个重点我们把他挑出来这样或许会有呼应我们等一下来谈谈哦就是说呃一定是跟现任的执政或者说过去的执政呃他的确实做比较是我们等一下再进行相关的这个证件来探讨我们还没有问出来嘞您的副总统搭档以及呃您的这个团队呃其实我刚刚私下跟老师聊其实还蛮令人耳目一新的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广告马上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王光琴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怕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专访的是杜子诚他已经宣布正式参选2020年的总统啊我们先请教杜老师 你首先评估蔡英文总统你认为他连任的当选的几率大不大 我个人觉得是不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两边都不讨好 那么最重要是他容易神隐他事实上根本不愿意面对问题 那么如果说他这是第一年而已四年下来没有实质政绩 只是靠了他的颜色你觉得人民会继续选他吗 他颜色没有像过往的领导人那么突显越来越不清楚 越来越不清楚主要是他神隐这个部分呢 神隐这个部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而且他说话人民听不懂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您自己评估2020年的战局您现在是国民党籍吗 不是我是国民党的失联党员而且失联了25年了 是那您一直使字说干脆就做到中立了 基本上就是对 台湾最好不要再有意识形态的这个干扰 是的是的 所以你也敢大破大力这个大胆放言吗 没错 您刚刚有一套规划是不是连副总统的人选都有个雏形 或者是团队说来听听吧 私底下您有丢出来 我搞不好找谁找谁 这是因为我有一些优点有一些缺点 优点就是说我其实过去的背景给我相当多多层面的训练 对政府大部分的除了外交以外 绝大部分的这个功能我都有一些基本的想法 军事也有吗 军事也有 因为你是科技方面 对对对对 包括就是发展这个国防工业这方面 我都有一些特别的看法 那么我也在网路上提过 那么但是我的个性非常的急躁 那么虽然说长时间来有一些同事了解 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接受 所以需要找一个副手呢 必须要能够EQ很高 而且很亲和 得到人民的这个重视 那这样才有互补性啊 那就是 对有朋友就建议说 那为什么不找林志玲呢 对不对 林志玲他现在也是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准备要告一个段落了 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来从政 担任一个亲善大使 不管在国际之间在国内 那么当做一个这个对大家都非常和善 而且有鼓舞的作用 我觉得非常好 人家会说你在消费林志玲会不会 哦这个当然要得到他个人的同意了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我也考虑过其他人啊 比如说像这个这个这个其他的跟他一样是属于高颜值高EQ的哦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这个林呃就是也那个呃 那团队没有什么限制我既不是希望说国民党也不是希望说不能有民进党 实际上我在网络上跟很多民进党的朋友 嗯 那么国民党名嘴我们都是好朋友 嗯 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 嗯 那么大家还是实事求是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子 现在大家必须要去选择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是只重视对人民有利的实质问题 嗯 没有预设的任何意识形态 嗯 那么这样子才能够被大部分的民众所接受台湾才有福气 那你怎么评估现在国民党他们绝对虎视眈眈吗 就成为你分析一下绿营执政不是想象中那么好 那吴敦毅显然就是最翁之翼不在党主席了 他显然就是2020的这样一个心愿 那呃还有郭台铭还有其他的有心参与这个国民党的2020的总统 您认为您是呃 我认为郭董事长他应该是意愿不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有非常大的事业 等待他继续在充斥20年 嗯 那么他有机会变成那么所有华人里面事业最大的一个企业家 他可以留名千古 嗯 那么他中间如果跳进一个新领域对他来讲 那个机会成本太高 嗯 至于国民党 我曾经是忠贞的国民党员 我民国71年就是革命实践研究院讲习班26期的学员 现在叶俊荣叶部长跟我是同班同学 哦 对叶俊荣也转党了 嗯 对不对 那么我25年前我就失联了 我就没有再继续参加政党活动 是对国民党失望吗 没有错 嗯 其实我坦白说我认为我对国民党是完全的失望 因为里面一盘散沙 嗯 啊 那么从这个主席到中常委 嗯 基本上根本就是同心不同心不同德 嗯 啊 所以我对这个政党其实也是不抱任何的希望 即使吴敦义取代了这个洪秀柱您也不抱希望 我觉得吴敦义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海 嗯 我不认为他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把整个国民党做重新的调整 最重要的是国民党离开年轻人已经太远了 嗯 你不要看我的年纪算已经61岁了 但是我长期在网路上接触年轻人 的确 我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声音 年轻人的价值观念 嗯 那所以你评估就是说 重使蔡英文他们执政有有所这个缺缺漏 是 但是呃 国民党拿的回来吗 2020 吴敦义拿的回来吗 你说只有他们两个选的时候 呃 如果是蓝绿对决 呃 或者说你期待有其他像 像杜子诚 这也是非常另类的一个人选吗 哈 你你你怎么观察2020 我觉得现在的民众已经死心了 对于这个不管蓝或者不敢绿 那么基本上他们一定是从政见 或者是说同从实质利益上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年金改革 虽然我们降低了一些所谓的相对剥夺性 嗯 剥夺感 嗯 对但是我们的劳工获得了实质利益了吗 嗯 没有 没有 那劳工怎么会不失望 嗯 所以如果任何人能够解决我们的财政问题 嗯 那么让我们变成一个半福利国家 嗯 那么我们政府可以补贴一部分的钱 嗯 嗯 这个是现在讨讨论方案 你提一个劳工退休金最低门槛提高至四万 那不是国内要吵翻天啦 呃这个不会吵这个大家只是会怀疑这钱从什么地方来 啊 所以我们要改革吗 我们最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财政的改革 嗯 我们过去的财政部长只是一个记账的经理 这个这个非核家园的时间向后挪移十年 嗯 而且用一种安全 包括这个国外的精炼技术再处理我们的核飞料 嗯 事实上我们可以节省大约一兆台币 这一兆台币用来补贴劳工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杜老师很多人就要盖社会住宅啊 台北市啊 还有包括蔡英文总统说 这个八年二十万 对 这些是在既有政策 也是要向国有土地释出嘛 可是现在这个成效并不是像大家想到那么快速啊 我并不认为国有土地释出一定要来盖国民住宅 那么其实是要看区域啊 嗯 有我们有很多的土地 比如说你说空总像这样的土地 我们在台北市至少还有五十块 嗯 没有这么大 但是是属于精华地段的土地 那么包括一些旧的房舍 像过去的一级上将大学校长的住宅 比如说你现在现在福州街 如果你看经济部对面 那么台大校长跟旁边两个加起来也是两千多平 嗯 像这些土地的价值 如果用市值来计算 那是好几兆 嗯 那么我们不一定要来盖豪宅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盖中等住宅啊 中等住宅 对啊 中等住宅并不一定要让 我们如果要解决我们这些比较贫困呃民众的这个这个住屋的问题 我们可以盖在一些郊区的捷运站的附近 嗯 可是市区的精华我们可以盖中等住宅啊 中等住宅跟之前呃备受探讨的小地宝 像王金平就跳出来说啊 你盖了一个贫民窟在真正的地宝旁边就有这样叭啦叭啦的一些 对啊 但是并不一定只有地宝跟贫民窟啊 嗯 中间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中产阶级所需要的 是比如说我只需要花一瓶五十万到七十万左右 但是我可以住得起五十瓶到七十瓶的房子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换屋需求啊 可是有人就讲我们空屋率那么高 是不是从空屋下手呢 而不是把我们精华的国有土地就这样中低收入完全这个 我们的空屋率之所以高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说我们该在林口该在一些郊外 嗯 那么事实上交通问题没有解决 的确 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不方便的啊 不是大家不想去住 而是我每天要耗费太多时间在交通上面 第二个的话就是豪宅 嗯 豪宅也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中等住宅 嗯 就是我刚刚讲每瓶四十万 就台北市来讲 嗯 每瓶四十万到七十万 嗯 那么对高雄来讲 每瓶二十万到三十万 台中每瓶三十万到四十万 嗯 这样房子的需求大量的欠缺啊 是 那么我们政府手上有的是土地 为什么不来做这件事情 嗯 其实我刚跟杜老师我们言谈中间 他已经劈里啪啦 把他二十二点哦 他后面还在追加 他把他的这个初步提出来这个证件 大概都讲了三分之一了 我们修一下这种广告 我们再跟他继续延续呃 相关的话题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黄光琴 呃 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请的是杜梓辰 大家都知道杜梓辰发生什么事情了 哈哈哈哈 杜老师 呃 你谈谈哦 就是2020年 你呃 希望一些呃 既定有这个投票权的民众 他们有什么样想象 呃 我们可以从你刚刚提到政治素人 柯文哲不过就是这样当选的 两年前跟两年后 他学科学他学医学嗯 那么他过去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这个加护 波斯加护病 就是这个急诊室啊 他必须立刻做果决 然后处理一些问题 这种培训啊 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他不了解政府的极致 所以他确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才承认啊 兵方马乱 包括人的问题 他也用错一些人 后来他抓到诀窍以后我们就觉得他是越做越好 那我跟他比较的话 我的好处是说 我其实因为政府过去是我21年的客户 其实我对大部分的政府部门都熟悉 包括交通部啊 经济部啊 科技部啊 这个国发会啊 这些单位都是我直接的客户 还有文化部 所以我我认为我会进入状况比较快 嗯 那么人民的感觉呢 也是一样 过去为什么台北市会不选连连圣文 或者是也不选不考虑其他人 最主要的是因为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全新思想的人 那我觉得现在蓝绿的问题也在这里 台湾现在基本上对于绝对蓝绝对绿的人 已经有一个很高的厌恶感 就觉得说他们凡事就是为了赞成而赞成 为了反对而反对 那么基本上就是不再探讨实质议题 同时对于台湾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回避 认为这些基本问题呢 而且重视的一些基本问题呢 都是属于所谓人权 司法 这个劳工 这种呃 在国际上面容易博得一些所谓公平性的东西 但是对于经济 对于科技 对于产业 对于财政的活化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没有继续赚钱的能力 我们如何能够给人民福利 所以真正要解决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国家的财政能够 财经能够活化起来 其实我跟杜老师常谈到科技 包括张忠谋的议题 包括这个郭台铭的议题 整个半导体的产业的这个议题 那其实这个方面的确 他是有相当专产 而且他在他的政界里面 开放技术及投资移民这个部分多所琢磨 那还有这个制定台湾百年国土规划 未来的人口结构 都市发展空间资源 中长期社会健全发展等观点 其实杜老师你看我多么认真 我把你当一回事 里面还有如何面对产业中高阶人才流失的问题 那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发展面板通讯精密 机械半导体等关键人才 招聘待遇高出台湾企业五倍 这都他政见提出 不过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我想提到 就是说您没有框架 所以您就像这个要参加一场演讲 你把你需要的政见都罗列出来 但是其中你有一个政见 我在试图在想理解 会不会太大胆一点 你鼓吹补助未婚生子 再套上您的另类 人家就说你来乱的 还是说你未婚生子是很严肃 当然是严肃 这有两种层次 在精神层次上面来讲 我们现在连同性婚姻都觉得应该要尊重 那么何况未婚妈妈 未婚妈妈跟父不祥的子女 那么我们基本上 绝对不能够给予任何的歧视 这是一个严肃的人权问题 可是实质的问题就是我们台湾人口 碰到了所谓的这个少子化的问题 那么根据国民健康局的统计 事实上我们未婚而怀孕的妇女 有80%都堕胎了 如果我们能够允许这些人生下来 如果他有能力的话 如果他年纪太小 我们鼓励大家领养 如果有一些人他喜欢把性生活 他自己的性生活 跟他未来的子女的父亲能够切割 我们可以透过精子银行的方式 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 所以你是认为是精子银行 不是说鼓励大家没结婚就跑去生孩子 三个都有啊 一个是精子银行嘛 另外一个是我并不想结婚 但是我有经济能力 我愿意生一个自己的小孩 那么他可以依着是跟他自己的性伴侣 或者不告知他的性伴侣 或者是透过精子银行 第三个的话就刚刚讲了 有一些年轻的女孩生下来的孩子 不需要剁掉啊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没有怀孕的这个家庭 等待着要领养 那么如果这些管道我们把它打通以后 我们根本不会出现少子化的问题 是杜老师最后想请教您 曾经隶属国发会有多少位组委 就算了14位组委 那你说除了其中两位你之外 12位你都非常熟悉 你认为24年来政府啊 每下预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以一个是人的问题 用人的问题 那第三个是组织的问题 国发会就你提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整个大格局 就是修宪的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一并帮我们做个总结 基本上国发会的问题是 代表了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的问题 我们对公务人员 尤其是高阶公务人员 负责规划国家政策的这些公务员 我们给他的培育太少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经常送 蒋经国时代 李国鼎时代 经常送一些中高阶的这个公务人员 到国外去读博士 到国外去进修 现在我们几乎是完全没有了 那么这个是很糟糕的 公务人员的素质 如果不能够提高 我们怎么可以期待 我们国家能够变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修宪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现在 与其把它立刻改成内阁制 让立法院的权限更大 不如我们应该 至少有20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像美国韩国一样 采取总统制 那么总统制的优点 就是他决策快 效率高 那么如果说 我们选择正确的领导人 可以拍板 直接拍板 我们就不会输给我们的竞争者 像韩国 像中国 杜老师最后一句话 行李如宜 您会打死不退吗 是不是打死不退 我想我只能顺势而为 我尽量希望 我能够不退 好 今天非常感谢杜梓晨老师 接受我的专访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请收听联网抢签报 跟由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签报 制作人高培轩 企划制作张云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